下面我们来进行产阳风体型配调空冷过程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定义一下分析的文件名称 然后我们定义一下单元的类型 在这里我们选择点击A的来添加是72号单元 我们找到Sovino Solid 然后选择其实然后点击OK 然后选择表面效应单元 是152号单元 继续来添加点击A的添加 然后选择surface effect 表面效应 然后选择152号单元 然后点击OK 我们选择152号单元更改它一下它的属性 然后是K5 K4选择execode K5选择incode one node K9选择real consonant form 然后点击OK按钮 接着我们来定义一下时长数 选择21 然后是1.7121-9 然后点击OK OK 接着我们定义一下材料的属性 首先我们定义一下热传导系数 然后定义一下材料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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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是487.5 然后点击OK 下面我们定义一下表面效应热辐射参数 选择seminal 1米CVT 然后输入1点击OK 接着我们来建立一下几何模型 创建三维的体 创建一个立方体 Y1Y2X1X2Y1Y2Z1Z2分配数020204 接着我们来设定一下网格的密度 处一 然后点击OK 然后进行创封网格 我们来订一下键料的表面 表面向影档银 单元 设置一下单元属性 点击OK 然后我们建立一下空间辐射的节点 可以设置为100号节点 然后点击OK 然后现在我们建立表面效应单元 然后输入181 然后回车确定 然后点击OK 接着我们来设加一下温度载荷 然后点击OK 完成之后我们来设加一下温度 我们找到温度作用于节点 我们选择100号节点 然后点击OK 然后输入指示530 点击OK 然后我们来设加一下钢配料温度载荷 输入2000 然后点击OK 然后我们来设置一下求解的选项 然后选择transcent 让我们设置一下求解控制 打开求解控制设置第二框 time中输入3.7 然后点击OK 然后我们来设置一下选项 将frequent选择white every substep 点击OK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存盘 存盘完整之后现在就可以进行求解了 然后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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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进入到求解阶段 求解结束之后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显示温度场分布图 然后点击OK 然后点击OK 然后看一下这 我们先进入到求解决定 然后点击OK 然后我们来选择Dawf solution 然后温度点击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显示温度场的分布图 我们来看一下刚配料1号节点温度 所以时间变化的曲线 点击加 然后是选择1号节点 击快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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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